第176集 我沒事 我這邊的情況跟你一樣 來路尾 我就沒見過這樣顏色的女兒 更加沒見過有哪句死屍會懂得什麼雷術 秦金銘忍不住大罵 我也覺得不對勁 小師弟不是說師父就在楊家村嗎 我們這麼大動靜為什麼見不到師父 對呀 按道理來說 罵了這麼大的動靜 別說師父呀 連石甲嶺都應該發現我們吧 黃昌母看著眼前的黑色雷 不單單是石甲嶺沒有動靜 連旁航也沒有見他出現 那就不得不令黃昌母和秦金銘覺得奇怪了 黑色的雷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為什麼會變成黑色的呢 死屍又怎麼會懂得雷術的呢 重重的疑點 讓兩個安靜下來的師兄弟摸不著頭腦 秦金銘還想說什麼 誰知道眼前的黑色雷就動了 不過不是攻擊秦金銘 而是搖擺了幾下 黑影一串 就往十年前戰風間房飛了回去 連黃昌母眼前的黑色雷也是一樣 令師兄弟兩個人覺得 剛才所發生的不過是一場鬧劇 秦金銘驚訝地看著黃昌母 張開了雙眼 驚訝地說 我想到了 能夠控制雷術的 只有師父的掌心雷 為什麼變成黑色的呢 黃昌母驚訝之餘 來不及接秦金銘的說話 展開鬼影七星報 就往黑色雷追了過去 到達間房面前的時候 已經站著一個 下半身穿著半截牛仔褲的身影 樣子只有20歲左右 背負著手 這個人 正是他們所找的黃昌 剛才跑回來的黑色雷 已經不見了蹤影 之前黃昌以為 掌心雷是道術裏面的雷術 死屍應該不可以用 但想不到掌心雷 竟然是一種逆症逆邪的雷術 不單止正一道可以用這種雷術 而且連妖和絲都可以使用 這是黃昌的一個意外發現 這樣說的話 他現在依然配用狂雷這個外號 不過不是真人 是死屍 黃昌武滿面驚訝地看著龐腔 連說話都忘記了怎麼說 如果剛才的雷術是龐腔所發 那就應該是掌心雷 想不到已經成為了壽司的龐腔 竟然還能發出這麼怪異的掌心雷 黃昌武的吃驚程度已經超越了以往 不愧是創造奇蹟的師傅 秦金銘後續來到黃昌武的身邊 表情與黃昌武無異 顯然是不相信 剛才的掌心雷是龐腔所發 呆曬地看著眼前 又虎欲回以往高深莫測的師傅 已經沒有任何的語言 能夠表達出他這個時候內心中的激動 你們兩個這段時間都沒有好好地修練 連我的掌心雷都無法抵抗 又怎麼抵抗顏弱啊 看到黃昌武和秦金銘兩師兄弟 龐腔並沒有激動之情 反而教訓起兩劍妖 這裡是石甲嶺 你們走來這裡做什麼 想起剛才黑色的掌心雷 黃昌武忍不住打了個冷陣 師傅 聽說現在你四面受敵 我們是不放心你 所以才過來看看 剛才黑色的雷 是你的掌心雷? 咦? 這麼說 你現在的實力已經到了施妖的程度了? 還未到施妖? 我的確是四面受敵 但你們這樣一來 很容易會暴露行蹤 如果被顏弱知道 我們三個就死定了 龐腔扭頭看了眼石甲嶺 另轉身走進房 都跟我進來 除了那個臭小子 辦事都不驚大腦的 兩劍妖亦都跟著望了眼石甲嶺 就趕快跟著龐腔走進房 但是房間裡面的灰塵 差點令兩師兄弟冒冷汗 師傅 你… 這麼多灰塵 你就沒想過打掃一下嗎? 整間房 不止是地上和椅 連床上面 都是一層厚厚的灰塵 這也未止 整間房只要距離不是太大 周圍都是蜘蛛網 如果不是龐腔在這裏 估計黃昌武和秦甲嶺 不會認為這裏有人住 不對 應該是壽司 不過只寫一看 床上面反而有一個印是非常乾淨的 我把秦甲嶺趕出去之後 就沒起身動過 如果不是你們兩個傢伙 貿然過來 估計我還在打坐 龐腔扭了一張 煙塵飛舞 幾乎將兩劍妖淹了出去 幸好現在石甲嶺已經沒有很多邪物 如果不是我們今天 誰都走不掉 你們自己找個地方坐吧 黃昌武找了一張椅 拍了椅子上的泥塵 坐到床邊 嘆氣地說 師父啊 你就不應該修煉什麼私毒 又不是沒辦法再驅趕私毒 你這樣一修煉 私毒為什麼呢? 不過見到你沒事我們都放心些 現在的局勢 我不得不敢做 憑良心說 你們有沒有把握對付顏弱? 有沒有把握對付整個石甲嶺? 龐腔語重心腸地說 連我這個都還沒到私妖階段的壽司 都對付不到 那麼石甲嶺的妖王 就足夠你們受了 更加沒有說其他的小妖 師父啊 我們這次過來 還有一些事跟你說 先從細節說起 黃昌武望了一眼秦金榮 繼續說了 你之前跟我們說的小師弟 他的脾氣貌似不太好 昨天還跟小柳師弟動起拳腳來 這件事你怎麼看? 龐胸眉頭皺了一皺 隨之舒展 這個臭小子的脾氣 確實有點衝動 上次在茅山 他連衛星都不放過 就更加沒有說扭碎那個小子了 明知道脾氣不好 你就幫我多點看著他 雖然脾氣衝 但也是一塊可造之財 想當年 你們誰敢跟衛星開打 就算你們減 都應該不是衛星的對手 而他不同 至於什麼原因 以後你們自然會慢慢了解 這句說話說出來 就等於是在人家背後說壞話 秦金榮很驚訝 為什麼連黃昌武都學會在人家背後說壞話呢? 黃昌武沒有注意秦金榮是什麼表情 故自點頭就說了 這一點我反而有同感 當時小柳根本就招架不住 對了師父 喊前輩呢? 他不是一直跟在你身邊的嗎? 上次我們離開茅山之前 還看到他在你身邊的 黃昌武停頓了一會兒才繼續問 聽說師公現在仍然昏迷不醒 再這樣下去的話 他恐怕就不行了 龐康的臉色一變 趕快在床上站起來 兩隻眼死死地看著黃昌武 你說什麼? 已經半個月了都還沒醒? 你師伯知不知道這件事? 有沒有請醫生去看過? 是不是你師叔偉勝做了什麼手腳? 誰跟你說過消息? 一連串的問題 差點讓黃昌武記都記不住 不過由此可見 龐康對張廣南 仍然有好心的司徒之情 但對艾萬麗就隻字不提 可見艾萬麗並不在身邊 這樣說的話 徐年說話就對了 艾萬麗早就離開了龐康 第177集 師父 你不用這麼急 只要等艾前輩上一趟茅山 師公就有可能醒回來 艾前輩的醫術了得 針灸術的火候更加精準 當年你受重傷的時候 就是艾萬麗前輩親手把你救回生的 秦金榮小心翼翼地說 因為龐康現在的情況不好 如果好像在茅山那次異變的話 他們兩師兄弟沒辦法克制 動靜鬧大了的話 估計行蹤也會暴露 龐康牙齒一咬 來回度暴 艾萬麗對這種事的確比較拿手 但是現在他一旦出現在茅山 肯定會被攔截 那就成為了自己人打自己人 但是如果不上茅山的話 又如何救回生昏迷不醒的師父呢 想了一會兒 龐康也沒有想出結果來 師父 你在猶豫什麼 是不是跟艾前輩吵架 黃昌武嘴上雖然是這樣問 但是他很清楚 艾萬麗和龐康的關係 單純是吵架的話 並不能夠把兩個人分開 至於龐康是用什麼方法 趕走艾萬麗 那就令黃昌武廢解了 秦金鳴都想不明白 但是他不敢問原因 舊師公事大 師父 你跟艾前輩小吵小吵都沒事 但是不能夠 就這樣眼白白看著師公 我沒有跟他吵架 件事沒有你們想得那麼複雜 但是要找他去幫忙 我還能開得到那個口嗎 他在黃昌武面前攤開手說 顯然剛才的說話 他沒有注意是誰說的 我現在甚至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你叫我怎樣找他幫忙 如果連醫生也沒辦法的話 他去了又有什麼用 我呢 我也不懂什麼醫術 我去了不僅救不了人 而且還會被茅山就地蒸發 真空未查出來之前 我是不能夠死的 黃昌武無奈搖頭 如果連龐康都不知道艾萬麗在哪裡 那就沒什麼可以救人的辦法了 那師父 你要不要偷偷地回茅山一次 如果不夠師公 你就準備回去看他最後一眼 龐康咬緊牙關 如果詳細追查艾萬麗 或者可以找到 但是茅山現在是龍潭虎穴 已經和茅山翻了面 艾萬麗去了肯定會有危險 一個不慎的話 就會被茅山捉起來做人質 到時候是一個更大的麻煩 到底應該怎麼做呢 前有狼後有虎 進退難行 你回去找你師伯 看看他可不可以把師公帶出來茅山 如果帶出來了 我會想辦法找人幫忙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就算偉勝師叔願意 殺掌門師公的兇手也不會願意 黃昌武已經了解事情的經過 他也相信龐康沒有殺人 師公在茅山昏迷不醒 可能就是要等你著急 在最後生死關卡 你肯定會回去見師公最後一面 只要你踏上茅山 他就會展開行動 將你殺之而後快 如果師公被師伯帶出茅山 那就等同於兇手的有利沒有了 龐康一想也對 但是眼前還有什麼辦法呢 他來回度步了好幾次 這樣才說 那你也跟你師伯說 就算偷 都要把師公偷出來 只要能夠偷出來的話 兇手肯定會跟蹤你師伯 佈下天羅地望 只要我一出現 他們就會毫不猶豫把我殺了 雖然此舉危險 但是只要不是在茅山 我就有能力脫身 說不定還可以趁機查出兇手是誰 秦甲明拿臨頭讚嘆 師父都說得挺有道理的 等一會回去 我們就去找師伯商量 至於找艾前輩 師父 還是等我們去找吧 你提供幾個他有可能去的地方 反正我們現在都沒有以前那麼忙 找人就不用了 到時候我就想辦法把他找出來 你只要把我的話帶給你師伯就可以了 想到了辦法 龐康敢先坐回床上 不過你們千萬不要把我現在的地址告訴任何人 包括你師伯 這一層你大可以放心 師父 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 上次小師弟也問了 但是你就是不願意說 黃昌母乾咳了一聲就說了 小師弟說 目前有三股勢力正在追查你的下落 一個是岩若 一個是石甲嶺 一個是我們茅山 也聽說 石甲嶺現在已經重新選出了一位新的領主 是一隻七味妖狐 據徒兒所知 七味妖狐 只能是適合踏入妖王的境界 有什麼可能會做得上領主呢 是不是跟岩若有關係呢 那次挑撥你和師伯的關係 真相是那四隻妖狐是假的 並非你所救的妖狐 而幕後是誰在指使啊 這件事非常簡單 你們都想不到嗎 龐胸說著 心急了一口氣就繼續說了 我就是見徐榮那個年輕人脾氣不太好 所以不想讓他知道太多 石甲嶺和岩若是一夥的 七味妖狐能夠坐上領主的寶座 完全是靠岩若在背後撐腰 否則的話他根本就做不成 岩若要殺了我 就必須要先找到我 要找到我的話 就必須擁有無數雙眼 他自己只有兩顆眼珠 肯定會找石甲嶺這個蛇鼠一窩的勢力 為了殺我 這個女人竟然還隱藏了這麼大的玄機 可見這個人一點都不簡單 你們往後如果遇到他 要不顧一切地逃離 顏 顏弱的勢力 秦甲嶺和黃昌母兩個人 異口同聲意外地說 秦甲嶺無奈搖頭 你和他應該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吧 他為什麼要致力於死地 而且還大動干戈 將院成的每個角落都搜勻了 小師弟也遇過不少的小妖 我記得火拼妖皇帝的時候 他也有出手幫手 為什麼現在會和你反目成仇呢 你撐他很多錢啊 龐胸冷冷一笑 哼 我有這麼在乎錢嗎 這十年來 我從來都沒有遇見過他 在我回博白之前 我遇見了他一次殺人的事件 後來被我強行制止了 而且還差點殺了他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才記恨我吧 怪不知得啦 當年師皇帝事件 他還肯出手幫忙 怎會轉眼就成為仇人才行 王昌武仿然大悟 但是如果他要殺你的話 應該都不用這麼大動干戈 完全可以自己動手 動用石甲嶺的實力 簡直是大財小用 龐胸額頭 是這麼說沒錯 但是目前他最主要對付的就是我 沒有什麼事的話 你們千萬不要冒險出來找我 如果今天石甲嶺裡面有妖物 行蹤肯定已經暴露了 剛才說的計劃 你們一定要找師伯 沒有他的話 你們根本不能進入茅山 那師傅你呢 難道還繼續留在這裡嗎 如果被顏弱知道的話 你就沒有退路走的 要不是離開博白 我們找個沒有人的山頭多好啊 秦金榮提議 這次兩師兄弟出來 也是想等龐胸找個安全的地方 第178集 石甲嶺的邪蜜全部被顏弱調離 在博白對龐胸來說 石甲嶺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當然 是在石甲嶺的勢力還沒收回來之前 按龐胸目前的情況來看 估計就算石甲嶺的邪蜜回來 也不一定有危險 石甲嶺周圍有淡淡的屍氣並不奇怪 不用換啦 就這裡最好 等我實力提升了 我自然會出來 龐胸是迫不得已躲著 開始 道行是很容易提升的 但隨著階級越高 修煉的速度 顯而易見地慢了下來 最近的提升速度更加慢 龐胸本來不想停下來 但黃昌武兩師兄弟過來 沒辦法 唯有停下來 跟眼前半個月沒見的徒弟聊天 看著衣著寒酸的龐胸 黃昌武無奈嘆氣 那師傅 我去幫你買套衣送過來 不用啦 我又不去逛街 又不用見哪個大人物 可以遮掩一下就可以了 龐胸站起來 看看時間 就快中午了 你們先回縣城找師伯 這件事一定要盡快 時間拖得越來 對你師工就越不利 至於我和你師伯之間的誤會 讓他擺在一邊先 黃昌武和秦甘榮趕快站起來 剛坐下來聊天 半個小時都未夠 就要被趕走了 黃昌武走到龐胸面前就說了 師傅 反正你一個人都悶 不如讓我們多些陪下你 現在回去找師伯 他都要明天才可以動身 龐胸淡淡一笑 我有什麼好悶啊 只要你們幫我處理好這件事 我就沒有什麼好悶的了 好了 快點回去吧 我講的時間越快越好 最好就是讓你師伯今晚就動身上茅山 目前茅山能夠講事的應該是原軒 你師伯應該知道 最重要的就是過了這一關 其他都不是主要 次要的是必須將你們偉性師叔講服 這個人就好像是冷眼旁觀 也不知道他是站在兇手那一邊 還是站在我們這邊 十年前 偉性師叔對我們都很好啊 應該是站在我們這邊吧 講完 黃昌武又長嘆了一口氣 唉 十年何東 十年何西 掌門師公沒有了 反而將茅山搞成這樣 估計龍虎山會在一邊偷笑啊 龍虎山肯定會偷笑 但是十年前的教訓他們印象深刻 再說啊 不幸的事又不單單只是我們茅山發生 旁康邊講著邊哼哼笑 抬頭四十五道角 望著藍天就說了 四年前 一個與我同姓的道兄 親自去龍虎山搞局 削去了龍虎山不少的勢力 龍虎山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炎也削弱了 所以 如果要對茅山有什麼不軌 絕對不會是龍虎山 黃昌武和秦甘明一外 這十年來 他們兩個都在儲雲器裡面度過 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龍虎山發生的大事件 又不少正一道都知道 好像四年前 與龐匡同姓的一位道長 掌心狂雷詐天師傅 沒有人知道這個掌心狂的道術 是龐匡的手筆 這樣說法 司徒鎮是不是已經死了 秦甘明激動地問 他早就想教訓一下司徒鎮 奈何不仗義 也不是對手 今天聽說四年前有人去搞事 這樣令秦甘明心裡的惡氣煙燒雲散 龐匡搖搖頭就繼續說了 不要把事情想得這麼簡單 龍虎山背後的實力 絕對不會比我們茅山差多少 在新蔭掌門還沒選出來之前 司徒鎮一定會長命百歲 這樣說你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按照現代人的思想和理念 司徒鎮一定會讓他兒子接任掌門之位 但是很不幸運 他的兒子司徒鎮和日本兒子的陰陽師有勾結 手段卑鄙 當場就被同門廢了 扔在櫻潭鎮 淪落成為黑衣 竟然有這樣的事發生 這個司徒鎮也算是絕後了 想不到我們不在這十年 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 黃昌母雖然心裡遠色 但一想起司徒鎮那副不可一世的表情 心裡就很厭惡 未死已經是跟地球增加負擔了 龐康冷黑一聲就繼續說 哼 你們不知道的事多得是 掌心狂淚 這件事和我也有關係 好了 這些事你們都沒必要知道 回去先吧 交代給你們的任務也很重要 這個殘局是因我而起 我自己知道應該如何收拾 看著龐康堅決的表情 黃昌母和秦金榮無奈 喂 唯有揮手道別 不過兩個人不是走大路 找了一條差不多已經生滿野草的小孩 逐漸離開了 時不時還轉頭 看看龐康所在的房屋 意義不捨 等走遠了 兩個人才看路走 大師兄 你為什麼把同音的事說給師父聽 這不就是打小報告 秦金榮不滿地說 這件事他就沒有同意跟龐康說 來和黃昌母也不事先商量好 黃昌母搖頭就說了 師弟 經過昨晚他和小柳的事 我發現他的脾氣很暴躁 如果不想辦法克制 說不定會寫在自己的脾氣上 認識我這麼多年 你知道我不是個喜歡打小報告的人 但是小師弟的脾氣實在是要克制 只是因為他是為了師父 所以更加要克制 假如他哪一天出現了什麼意外 是為師父的 那師父心裡會有多難過啊 我雖然是大師兄 但是你信不信 我說的話他絕對不聽 但是就這樣說出去 讓他知道了 他豈不是憎死你 秦金榮說著 又轉眼看了一眼身後面 但是現在已經見不到楊家村了 雖然我不會說出去 但是你知道師父不會說嗎 不過剛才師父只是責怪了兩句 接著就稱小師弟是個人才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 個人之處咯 就好像我們五個一樣 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集合起來就是五行 這個也是難找的人才啊 小師弟他肯定是有個人之處 等一下回去問問小柳就知道了 看著黃昌墓和秦金榮兩師兄弟離去 龐腔的面色暗淡了下來 顏弱現在的實力已經超越了艾曼麗 就算他到達師王的頂峰 那個也不是顏弱的對手 十萬大山之中 雙魚的那隻殭屍已經有師王的實力 顏萬麗都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這個境界需要多久才可以達到呢 十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顏弱肯定不會讓他旁腔活那麼久 越想這件事就覺得越懸符 迷惘地看著無際的藍天 藍藍自語地說了 只要師父沒事 讓我把真相查出來 顏弱你想將我怎樣都可以 只要你不要傷害我身邊的人 我這條命根本就不值錢 隨便你拿去吧 講完 心急了一口氣 另轉身就回到房間 繼續他進展極慢的修煉 第179集 如果這句話被顏弱聽到 估計會破口大罵龐康的腦不開竅 他不單要殺了龐康 而且還要奪取政一道所有門派 黃昌武和秦甘明兩師兄弟離開龐康之後 直奔丘金雄的五金公司 已經十年沒回來 再次站在五金公司的門口 情景已經和十年前大不相同 公司擴大了很多 亦都裝修過 以前的宿舍已經被建成廠房車間 不過那棟寫字樓仍然在 和十年前沒有什麼區別 黃昌武對門口 剛好就遇上落班時間 公司裏面有些人在外面用餐 有些人在公司裏面吃 所以落班時間出來的人佔了五分之一 紛紛往門口外面狂奔 估計是回家吃飯的 秦甘明孤自攤飾 果然是十年何東十年何西 師兄這句話真是感人肺腑 十年前我們師徒再次立足 十年後 大庭廣眾之下 不要賣弄你那兩兩墨水 會被人笑的 黃昌武快打斷秦甘明 走到保安室窗口詢問 秦甘明不禁冒冷汗 差點被黃昌武的說話激 搞了半天 你玩的是文彩 我玩的就變成墨水 師兄 我發現你有時候比我的同音更可惡 黃昌武 你說我是不是應該走到師父那裡告發你啊 啊 你在說什麼啊 保安探頭看著秦甘明 以為秦甘明要告他 黃昌武趕快擺手 挖了眼秦甘明就說了 啊沒事沒事 他的腦剛才不小心被雷踢了 你去幫我傳達一聲丘總 麻煩啊 聽到黃昌武的說話 保安這樣才肯走出保安室 時不時還回頭看幾眼秦甘明 黃昌武長嘆了一口氣 唉 師弟啊 你下次說話 可不可以注意一下場合啊 好在剛才醒目 不是不是說進去啊 連人你都找不到 等下班還差不多 好地地的 幹嘛要告人家啊 你跟他有仇啊 你不是幾有文彩的嗎 那你猜一下 秦甘明白眼一番 走到門口 看著寫字樓 但是都還沒看兩眼 保安和邱錦雄兩個人急匆匆走過來 邱錦雄面色焦急 大步跨在保安前面 保安在後面小跑 才十年 邱錦雄竟然已經老了這麼多 果然是你們兩個 看來你師父成功了 邱錦雄沒有勞渴兩人 也沒有引起的表情 有的只是焦急 這些時間 他每天努力追查旁空的下落 反而忘記了還有其他五個徒弟 他們離開茅山 應該第一時間就是回家 邱錦雄沒有想到這一點 現在看到兩個人 即時就仿然大悟 趕快招呼兩個人入門 就說了 你們保安早就換了幾批 不知道你們也是正常的 快點上樓吧 我證明你們有事啊 秦金榮摸了頭 往保安看去 淡淡地問 我現在是不是有資格告你啊 不過你放心 我和你沒有仇 你也沒有做錯什麼 保安額頭已經見寒 吞了一下口水 趕快摸頭青事 連連盜謝 一直到黃昌武和秦金榮行合寫字樓 才把額頭的冷汗擦去 搖頭說了 哎呀差點煩會都沒有了 媽的這個優種 為什麼這麼多認識的人啊 下次謹慎一點 說完 跑回到保安室 茶廳依然是一成不變 邱金熊和黃昌武和秦金榮 泡了一壺茶 認真地看著兩個 已經成為了劍妖的妖 趙輝龍已經跟著顏約走了 還有陳希龍和蔡心榮呢 他們為什麼沒有來呢 還是在家陪著家人呢 我們都過得很好 在家裡蹲了半個月 有點無聊了 所以今天就出來轉一下 順便找師伯來找工作 不知道師伯還要不要我們呢 黃昌武笑著說 像開玩笑也不像開玩笑 只是試探邱金熊 如果黃昌武他們沒有被練成劍妖 或者邱金熊會非常爽快地答應 但是現在已經是無法改變的局面 又應該怎麼選擇呢 工作 不用工作了 你們的一切開銷全部計我的 要多少錢 只要師伯我給得起 你們隨便開口 這個拒絕令黃昌武沒有話說 邱金熊也在運職社會江湖久了 知道請神容易送神難這個道理 找幾個劍妖來五金公司 那豈不是惹禍上山嗎 茅山雖然說出來通緝旁腔 但也無時無刻在住邱金熊 那就不用了 我們只不過是隨口問問 我們這次來是收到風聲 聽說你趕走了我師傅 現在無處落腳 在外面流離浪蕩居無定所 還要到處躲避岩藥、石甲嶺和茅山三方的追殺 現在依然在逃命中 黃昌武表面上平淡 但心裏卻在對邱金熊的做法不滿 別說一個師傅 現在連昔日的師疾關係 恐怕在邱金熊心裏已經不算什麼了 邱金熊面色難看 這件事為何會傳到他們的耳中呢 這件事是誰告訴你們的 你是否看到你的師傅 他現在在哪裡 師伯 貌似你不記得我師兄說的話 師傅現在流離浪蕩居無定所 今天在南流江 明天在燕石寺 我們都不知道為止 如果你當時不趕他走 猜他現在還在你的別墅裏面 你真是好狠的心 我師傅是你這麼多年來的師弟 當年五金公司能夠發展成現在這樣的勢頭 就算沒有功勞都是苦勞 你就這麼忍心一腳就把他踢走 秦金熊冷冷一笑 喝了口茶杯裡面的茶又繼續說 十年了 這裏的茶從美美變成韓虎腹臭 師伯 在這些年來你都沒有換過茶葉 還是你貪便宜買了假的東西 越講邱錦鴻的臉色越難看 特別是後面這句說話 簡直是在諷刺人 比一個師傅這樣說 邱錦鴻心裡說不出的難受 黃昌武拍了秦金熊的肩膀 給了個眼神就說了 師弟 不要這麼說話 他是我們師伯來的 秦金鴻收到黃昌武的眼神 趕快說道歉 師伯不好意思 剛才我沒有其他意思的 這些茶真的有點異味 還是不喝了 師傅在逃命 我們作為徒弟的竟然在這裡安然無恙喝茶 那成何體統啊 你們今天來 是想鞋落師伯我嗎 邱錦鴻的臉色難看之極 越聽秦金榮的說話就越受不了 那件事我到現在還未搞清真相 但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他畢竟是我師弟 我在這裡再一次向你們師傅道歉 兩個人來這裡的第一個目的 就是想在邱錦鴻嘴裡 挖出這句道歉的說話 想不到才幾句說話 就把邱錦鴻講誇了 可見口水也能夠無聲無色地掩死人 第180集 第180集 黃昌武拍了秦金榮的肩膀 以示勝利就說了 師伯啊 這件事對師傅來說打擊不小 不過是你們兩個之間的恩怨 我們這些後輩的不要插手 等師傅有命會下來 他會跟你說的 目前受師傅的指示 叫我們兩個來傳話給師伯 你真是知道你師傅在哪裡? 邱錦鴻激動地站起來 驚喜地看著黃昌武 快點告訴我吧 我有重要的事找他 對不起呀師伯 我們都不知道師傅現在在哪裡 征鴻來我們家 逐一通知我們 我們才過來你這裡傳話給你的 黃昌武搖頭地說 師傅親自傳話 他說叫你想辦法將師傅帶出茅山 目前處於敵對狀態 謂說艾前輩已經不再在師傅身邊 就算在這裡 也不會放心就這樣讓艾前輩上山 所以現在要救師傅的唯一方法 就是偷偷帶師傅下山 到時候艾前輩才會出現 邱錦鴻的面色更難看了 打量著黃昌武和秦金榮兩個人 糾大的漢豬在額頭流下來 到這個時候 你師傅就這麼小心嗎 是哪個條命重要啊 難道在你們師傅的心裡 女人遠比她的受業恩師重要 師伯此言差異 秦金榮急接上邱錦鴻的說話 站起來走到窗邊搖頭失笑 師伯你真的變了 你變得越來越不了解師傅 艾前輩是我師傅什麼人 他現在只不過是我師傅的一個普通朋友 如果因為這件事 艾前輩出現什麼意外 那你叫我師傅怎麼安心啊 人最難還的就是人情 十年前 超輝龍為了還師傅的人情 小命都沒有了 所以現在超輝龍離開 師傅雖然覺得軟式 但也沒有異話可說 所以這件事 我們不能夠有什麼自私的想法 加上他以前怎麼對師傅 我都全部看在眼裡 黃昌武估不到秦金榮還有這樣的說法 連知道內情的他 也不禁對秦金榮的口才佩服 接觸而上就說了 沒錯啊 師傅說的也只是我想說的 所以這次師傅先交代我們 無必要將這些說話傳到你耳中 至於什麼辦法師傅沒有說 你們的意思 即是說我自私啦 丘金榮驚眼看著兩個人 小毛 這麼多年了 你還不了解我嗎 你憑良心說 我什麼時候自私過啊 黃昌武同意地說了 沒錯 十年前你是我們的好師伯 但現在不同啊 你覺得我師傅什麼時候對你的財產有個非分之想啊 你跟師傅在一起的時間比我們還要長 你還不了解師傅嗎 你都不能夠了解我師傅 我又怎麼了解你啊 陳金榮拍手大讚 說得好啊 師伯 你現在知道這種被冤枉的滋味了 我師傅他比你更難受啊 你應該早就想到這一點了 雖然我沒見過師傅 但可以想像他那副難看的表情 又金榮慢慢站起來 長呼了一口氣就說了 唉 你們說得好 下次有機會 我會向你們師傅當面道歉 不過我相信 你們肯定已經看到你們師傅了 請你將他的下落告訴我 這件事真是很重要 我要當面跟他商量 現在有好幾方任務都在找他 他如果行蹤暴露 性命恐怕難保 黃昌武說著 也站起來 走到陳金榮背脊 拍到陳金榮的肩膀 又對邱金鴻說 該說的話我都已經說了 至於你會不會去做 我也沒有權力干涉 說完 頭都不回 就要走出辦公室 邱金鴻一外 想不到昔日知情已經不再 當日說的話 連續傷了好幾個人 小毛 等一會 就算我要偷 你都應該給個聯繫方法給我 黃昌武好像奸計得請 嘻嘻一笑 走到辦公室旁邊 拿筆寫下手機號碼 掉頭就走 邱金鴻還想說什麼 但兩個人絲毫都沒有回頭 就這樣走出五金公司 他無奈嘆氣 走到辦公室旁邊 看了眼號碼 走出五金公司 秦金鴻和黃昌武相互激獎 秦金鴻哈哈笑到 想不到那個老狐狸 那麼輕易就搞定 我們的智商瞬間達到50了吧 嘿嘿 對了 你真的把你的號碼 留給司法 黃昌武白了秦金鴻一眼 傻仔 我的智商是60 你為什麼才得50 我沒有留我的電話給他 你看他滿懷負罪感的樣子 雖然司法對我好聲好氣 感覺都挺爽 但這種情況之下 我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把你的號碼留給他 什麼 師兄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未經過我同意 你不可以暴露我的號碼 因著我告你 是路隱私 秦金鴻不滿地說 你玩陰招是吧 好 等一會我們把你的號碼 貼到大街上 外加一個徵婚啟事 黃昌武一呆 上下打量秦金鴻就說了 師弟 智商好像又漲了一點 將我的號碼貼在街上 那麼狠毒 都行 那我去酒吧貼告示 南技號碼 便宜帶特賣 我這一招 比你的溫柔得多了吧 任務搞定 我們回去等好消息吧 陳金鴻差點就激死 大師兄 你這樣不就是把我往絕路上迫 做南技 被師父知道 不就直接把我閹了 喂 大師兄 等我 我只不過跟你說笑而已 別走這麼快 你答應我先 不要把我的號碼 登上南技的海報 張廣中的死 引起了不少正一道的人關注 除了幸災樂禍之外 紛紛派出一個代表 前來哀悼送殯 今次可算是龍虎群集了 正一道 幾近全部門派的代表都到齊 喪事之中 袁軒面上雖然面露哀傷之色 但心裡卻異常興奮 只要喪事辦完 掌門之位便可算到手了 根據張廣中的圍捉 或者龐康曾經想過兇手會是袁軒 但當時有很多人在場 袁軒應該沒有機會下手 但除了袁軒之外 還有誰會這麼大膽呢 這個一直是龐康無法想明白的地方 內涵現在他已經是喪家之犬 沒有能力去懷疑 只有足夠的證據才有可能 一代掌門的壯例便過了 龐康很想去參加 因為張廣中對他 已經到了一種令袁軒眼紅的關係 丘金紅對這件事考慮了一整晚 這一晚他都沒有回家 而是等著金進康一起想辦法 現在可以跟著他一起走的 就只有那個不離不棄的徒兒了 至於黃昌武幾師兄弟 現在恨他丘金紅入骨 加上都是劍擾 沒辦法靠近茅山 柳瑞正在秦金榮這邊 和黃昌武等幾人正在談旁康的事 但是該說的說 不該說的還是補了物 例如龐康不肯告訴陳榮知 顏弱和石甲嶺的關係 是 第181集 柳瑞先下班沒多久 坐下來也喝了一杯茶 丘金紅的電話就來了 他看了一眼其他師兄弟就說了 你們別說話 師伯打電話來了 我都說這件事他肯定會叫我 師兄弟 你們說我應不應該接這個電話 不接 為什麼要幫他 這個是師父交給他的任務 如果沒辦法完成 這件事我們就留在他頭上 侄惡如受的秦榮斷言拒絕 黃昌武阻止了秦榮 額頭就說了 這個不是只是師伯的任務 也都是師父的任務 小師弟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按照目前的形勢來看 你還要去幫忙 不過為了師父的安全著想 都還是小柳師弟 陪師伯走一趟 柳瑞抄了頭 看了眼秦榮 正還這樣說 師兄說得沒錯 不能夠引起師伯的懷疑 說完就走到一邊去接電話 秦榮還想說什麼 但是被黃昌武攔住了 他壓低了一聲就說了 小師弟 這件事不可以亂來的 我回來的時候 師父一再交代 叫你好好的聽我的話 千萬不要搞出什麼意外 如果小柳不去的話 那師伯肯定懷疑我們是一起的 到時候逼小柳說出你的下落 或者是找人跟蹤 那麼我們的行蹤就暴露了 師父說 如果你不聽話 就按門規處置 秦榮看著行進房間接電話的柳瑞 冷鏗了一聲就說了 哼 叫他回五金公司跟師伯見面 那還得了呢 你就不怕他是站在師伯那邊的 我從來都沒讀過什麼門規 大師兄 你應該為大局著想 唉 同音 這番說話就不對了 如果是大局為重的話 那你就應該放下你對師伯的怨恨 讓你柳瑞師兄跟上去 別說你怨恨師伯啊 我們都恨啊 今天我和大師兄在五金公司 好好收育了他一番 我們都不想小柳去的 但是沒辦法 他不去就只有你去了 那你去不去啊 陳金榮上前插嘴 要對付陳榮這種性格 就必須要用路來給他選擇 陳榮即時就沒有話說 坐回去沙發上面 狠狠地打了一下沙發就說了 你們要收育他都應該叫我啊 我早就想教訓他的了 別以為是師伯 就有什麼了不起 我是看在師傅的面子上 才叫他師伯的 蔡森如拍了一下陳榮的肩膀就說了 不是給面子 而是必須叫 某一日 如果你不想叫師伯 那你也沒有叫師傅了 那麼多年來 師傅不單止對我們關心倍加 而且還包括了師伯和金進匡 還有一位叫丹丹的師姐 如果你不尊重他 被師傅知道了 沒有好結果的 他都這樣 師傅還會尊重他? 上次師傅差點和他動手啊 這是我親眼所見 陳榮略顯激動地說 陳希龍和陳榮倒了杯茶 帝比陳榮就說了 是啦 燒一下氣燒一下氣啦 師傅表面上是和師伯發火 但是骨子裡面 將師伯當成大哥 兩兄弟不和 時間過了都會沖淡 再說 我們都是後輩 沒有權利去管前輩的私事 黃昌沒有頭 讚同幾個人的說法 但是心裡卻沒有冷寒 不單止脾氣不好 而且性格還非常挖強 這番說話 師傅就講到要點上了 小師傅 我們跟著師傅已經不是一日兩日了 給你了解好多好多 聽大師兄我的啦 我們 黃昌母的說話還沒說完 突然間門鈴響了起來 陳榮面色一變 趕快站起來就說了 不是吧 不會是被他暴露了地址吧 講完急匆匆跑到門口 在貓眼上打涼了幾眼 即時就鬆了一口氣 原來是張鐵 陳榮有氣沒有力地開門 另轉身就往客廳走回去 張秋剛進來 就見到幾個陌生的大男人 如果不是見到陳榮的背影 還以為是入錯屋 他畏畏縮縮地走到幾人身邊 本來想說的話 煞時間又吞了回去 低頭不敢說話 陳榮和張秋讓了一個位置就說了 坐這邊 我幫你倒杯茶 張秋不好意思地熟了一眼 正在看著他的黃昌母幾個人 走到陳榮讓出位置坐下 也不敢喝茶 好美女喔 小師弟 這個是不是你女朋友啊 蔡森玉 不知道眼前的是表侄女 面露羨慕的表情 壞笑著地看著陳榮 陳榮搖下手就說 這個是朋友 不是女朋友啊 我現在才16歲不夠 還在發育著 找什麼女朋友啊 我又不早熟 和你們介紹一下 她是張秋 是和我一起合夥賣菜的張鐵大叔的孫女 秋姐 這幾位都是我師兄 你不用害羞成這樣啊 張秋差點就激死了 其實她倒下頭並不是害羞 而是想和陳榮道歉 畢竟跟柳瑞說出地址 是她的不對 正想說什麼的時候 張秋 蔡森玉一外 這個名字對她來說非常熟悉 想了一下之後 突然站起來 上下打量張秋 驚訝地問啊 小師弟 不要告訴我她的小名叫小秋啊 看蔡森玉驚訝的樣子 陳榮就奇怪了 好像她懂得張秋 按下頭就說了 沒錯啊 難道你還懂得看照 但是看照是看不出小名的啊 蔡森玉面上 突然出現了驚喜的表情 來到張秋的面前 蹲下仔細打量 黃昌悟也是差點激死啊 這樣搭勝的方式已經爭了 二師弟 你不要這樣看別人 有些禮貌好不好 是啊二師兄 世界上叫小秋的人 大把啦 明天我帶你去見魚花 聽她說 都有個小名叫小秋的 秦玲拍了蔡森玉的肩膀就說了 蔡森玉 絲毫不理會身邊的人 欣喜地看著張秋 越看就越覺得眼熟 張秋的表情變了 歪著身 遠離蔡森玉 張秋歪著身 和蔡森玉拉開距離 從來都沒見過有哪個人會這樣看人 不過仔細一看 這樣才感覺眼前的人很熟悉 腦海裡面閃過了疑事的一個唐表叔 真是好似好似 只是他知道那個表叔絕對不是道士 你不記得我嗎 我是小魚啊 我以前經常帶你去小米步 買零食給你吃的小魚啊 蔡森玉絲毫不理會身邊的人在說什麼話 內心激動地說 面上邊急得差點哭出來 張秋好像很震驚一樣 被蔡森玉這樣一提示 即時就想起了十幾年前的事 那個時候的蔡森玉已經是一個小青年 但是他的表叔表弟多 只有這樣一個唐表侄女 所以每次去親戚家裡玩 蔡森玉都會帶張秋去買零食吃 只要小店有的 無論吃什麼都不會心痛淺 回憶起當年的事 張秋不敢相信地看著蔡森玉 這麼多年沒見 蔡森玉的樣子在他腦海裡 早就已經模糊了 第1882集 陳喜龍搖頭嘆氣 轉頭看著秦金榮笑著說 想不到二師兄還有一個小名的小魚 怪不知平時這麼滑溪 對了 我還打算幫他起一個趁點的小名 原來他早就有名了 唉這個臭小子 見到美女都是這樣的嗎 這麼多年這個習慣都還沒 小魚表叔真是你呀 陳喜龍的說話還沒說完 張秋就很激動地看著蔡森玉 差點哭出來 不過這一聲的叫換 將黃昌母、陳喜龍和秦金榮都嚇呆了 而秦榮直接在沙發上滾了落地 差點把剛才喝下去的茶套了出來 從來沒聽說過蔡森玉還有一個這麼漂亮的表姊女 這麼多年了 反而是聽說過蔡森玉的表叔呀表弟呀 蔡森玉好像雞丁米的頭 激動地說 是我呀已經很久沒見了 想不到一眨眼你都這麼大了 柳瑞在房間裡出來 本來想說些什麼 但這個時候全部人的目光 都聚集了在蔡森玉和張秋的身上 令柳瑞就很好奇了 這兩個人好像認識的 他來到黃昌母的身邊 小小聲地問 大師兄呀 二師兄他是不是在求愛呀 這個方式看起來很老套呀 哦 表姊女 黃昌母還沒反應過來 藍藍字語地說 算是回答了柳瑞 表姊女 柳瑞奇怪地看著張秋 再看著黃昌母 一時之間沒反應過來 師兄呀 你是說張秋是你表姊女 不會這麼巧啊 那二師兄在那裡做什麼呀 應該是你去才對的 張秋望了一眼其他驚惑中的幾人 軟軟拉起蔡森羽 跑出眾人的視線 柳瑞看著在地上的巡泳 不敢說什麼 推了黃昌母一下就說了 你表姊女為何被二師兄拖走了 啊不是 你表姊女為何把二師兄拖走了 快點追啦 私奔呀就快 黃昌母反應過來 瞅了眼柳瑞就說了 我如果是有個這麼漂亮的表姊女就好了 那個是你二師兄的表姊女 啊 二師兄的表姊女 不是開玩笑吧 我對才只是開玩笑而已 柳瑞怎麼會相信有這麼巧合的事呀 驚訝地看著其他兩位師兄 陳希龍和陳金榮鴻頭不語 這樣才令柳瑞倒吸了一口冷氣 好在上次救了張秋 如果不是被蔡新宇知道 還不脫掉她的皮 陳明在地上爬起來 坐到沙發上面 首先幫自己倒杯茶 暗自撕下大腿的肉 發覺不在這裡做夢就說了 太巧了 小秋姐為何會成為二師兄的表姊女 這件事呀 真是越想就覺得越不靠譜 如果張秋是她表姊女 那張鐵大叔不就是 師兄的舅父 按照道德觀念 親戚常理關係 二師兄的確是要叫他舅父的 陳希龍呆下呆下地說 早上陳金榮和黃昌武兩個人 去了找龐康之後 蔡新宇和陳希龍都入了店舖幫忙 知道張鐵是誰 陳希龍暗抹了一把冷汗 吞了口水 小心翼翼地問 小師弟 你不會是虐待了二師兄的舅父吧 這件事如果被二師兄知道 估計會將你虐待回來 陳榮不禁打了個冷陣 搖頭就說了 那又沒有 昨天你們都回去之後 我報警把二師兄的表姊抓了 那會不會捱打 蛤 陳金榮驚訝地看著陳榮 同音 你這樣不就是 等於虐待二師兄的舅父 那個是別人的舅父的孫 你這樣報警抓人 不是讓別人心理上無法承受嗎 你死定了你 我代表二師兄嚴重地譴責你 等待他回來 你真的要跟他道歉啊 陳榮反而不怕蔡新宇這樣虐待 而是對巧合復軟 為什麼會和蔡新宇的親戚 都扯上關係呢 那不是巧合是什麼 師兄 你就不要挖苦我啦 他表責經常游手好閒 都不知打劫了多少次張鐵大叔 昨天二師兄也在場 親眼所見 那麼神奇? 當時我為什麼不在場呢 場面一定很刺激 扯回正題 那就不可以怪你了 我代表二師兄和舅父 譴責二師兄 陳金榮語無倫次地說 顯然他都覺得 這樣刺激了一個還笑 黃昌母睹了一下陳金榮的頭就說 你和我正經一點啦 人家相認是好事 別在亂說啦 小柳 你和師伯談成怎樣啊? 柳帥也不相信 但是張秋和蔡新宇 應該素不相識才對的 能夠走得那麼近 那還有假的嗎? 余大師兄所聊 師伯的確是打電話來 叫我過去一起商量的 他說本來想叫你們一起 但是想想你們現在的身份 不能夠上茅山 所以唯一能夠指望的 就剩下我和小師弟了 他不知道我們和小師弟一起 所以他沒辦法聯繫小師弟 就叫我全權代勞師傅 黃昌母睹了頭 接著就往陳榮看了一下 小師弟 剛才是個意外 不要經常想著其他雜事 剛才你小柳師兄已經說了 一不是就你去 一不是就他去 你就表過態啦 究竟是你去 還是小柳師兄去啊? 我不去我不去 淡氣還沒燒之前 我還想打師伯一鑊 秦榮一口回絕 看了眼柳帥 等他去啦 他是警察 知道事情輕重 好 那你就不要七嘴八舌指指點點啦 這個是你的選擇 黃昌母站起來 拍了一下柳帥的肩膀就說了 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啦 一旦有什麼情況 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 麻煩說的 你千萬不要亂說 我送你下樓啦 你們三個在這裡 等會我們還要出去殺妖 殺妖?去哪裡殺妖啊? 有單接啊? 陳喜龍興奮站起來 好激動的問 什麼單啊? 石甲嶺的勢力周圍都是 要想辦法清理一下 清剿一下石甲嶺的勢力 這些妖物進入遠城 竟然沒有多少隻妖感作亂 看來這個石甲嶺的領主都幾不錯 黃昌母額頭稱讚 不過就算不錯 等會你們都要跟我一起出去清剿 最好把石甲嶺都剷平它 說完 黃昌母搖頭轉身 帶著柳瑞落樓 走到樓下 認真地跟柳瑞說 師弟 千萬不要把師父的地址告訴別人 你這次去茅山 如果被元軒師伯抓到 肯定會迫問師父的下落 到時候 你千萬不要說你見過師父 否則你就麻煩了 至於小師弟說的話 你就不要太在意了 他都只不過是說說戲話 這次任務 你無必要小心謹慎 千萬不要出什麼意外 柳瑞落頭 大師兄 我知道事情的輕重 他不單是你們的師父 也都是我的師父 小師弟的說話 我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黃昌母恩惠落頭 那就好了 記住 有什麼意外的情況 一定要大一時間打電話給我 我就送到你來這裡 大師兄保重 柳瑞抱了一下拳 以傳統的方式 和黃昌母道別 第183集 在五金公司 丘金鴻和金晉康 早就在等著柳瑞 收到黃昌母和秦金榮的說話 丘金鴻連家都沒有回 就坐在辦公室裡面考慮 直到現在 他才想 究竟要怎樣 才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 將張廣南搞出茅山呢 金晉康無奈地玩著手機遊戲 丘金鴻也沒有跟他說什麼話 就等他在這裡坐著等著就好了 這樣才是令他非常動悶的事 司伯 柳瑞才剛剛走到門口 就故作驚訝地問 你為什麼這麼急著把師公帶出來 對呀 難道你已經想到辦法救人 小劉 你來了 快點坐 這件事我正想找你聊一下 電話裡面說不清楚 丘金鴻見到柳瑞來了 就立刻幫柳瑞斟茶 這個是你師父的指示 我都不知道他想做什麼 所以想找你來商量一下 看看你有什麼意見或者辦法 柳瑞故作驚訝 好吃驚訝地看著丘金鴻 你是說 你已經找到我師父了 他現在在哪裡 丘金鴻反而說得奇怪 為什麼旁康不去找柳瑞 反而找已經變成劍妖的師兄弟兩妖 他搖了搖頭就說 我都不清楚你師父在哪裡 目前都還是你師公妖 回歸正題 這件事你怎麼看 我們要不要上茅山 既然是師父說的話 那肯定要 我過來 就只是想問你什麼時候動身 反正那個是我們的師公 其他人應該干涉不了 柳瑞淡淡地說 將問題簡單化 差點就令丘金鴻覺得奇怪了 心想 柳瑞心思這麼緊密的人 為什麼會說得這麼簡單呢 如果是簡單問題的話 都不用找他過來談 柳瑞淡紅心裡雖然奇怪 但也沒有想什麼 他是我師父沒錯 但是要帶到茅山 你元軒師伯和其他師公 肯定會不同意的 加上還有一個偉聖師叔 我這樣一意孤行 不招人待見的 你師父又不願意出來 你其他師兄又幫不了手 你是師公的大弟子 偉聖師叔憑什麼攔著你 我們繞過其他人的耳目 偷偷地跑下山就可以了 至於那個什麼門規 都是以後的事 我們先不要理會了 柳瑞說著 熟了眼金鴻空玩的遊戲 搶過手機就繼續說了 後山不是可以走嗎 聽說師父和秦榮 都是從後山走出來的 我們都試一次吧 反正你都說了 都還是師公要緊 其他都是次要 不要把你師叔看得這麼簡單好不好 他現在和十年前已經不同了 柳瑞搶過金鴻空的手機 接著玩遊戲 邱金鴻搖了搖頭 起來上去又搶回手機回來 現在正事 再玩手機我就扔掉他了 你偉聖師叔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但好像跟你師父和師公不是很妥 上次你說的掌門之事 並不是你師父所為 如果不是說漏嘴 你偉聖師叔 竟然還說是你師父做的 金鴻空當時也在場 他也了解當時的情況 那個不是說漏嘴 而是被袁軒擊傷 看來偉聖也挺心高氣傲的 師父啊 我可不可以說句話 我覺得呢 都是去把師公帶出來吧 你鬼他什麼師叔不師叔啊 十年前我就看師叔那小子不信眼了 小孩子一個 還要我們這些老掉牙的叫他師叔 真是不是滋味啊 雲章 邱金鴻指著金鴻空屁頭蓋面就罵了 你還有沒有一些尊敬長輩的家教啊 那個是你師叔 要說也是我來講 你憑什麼說人家的不是啊 難道你就好好了 我早就看你不順眼的了 如果不是看著你是我徒弟 我一早就等你睡馬路被車撞啊 金鴻空不禁冷汗霧下 面令去另一邊 還以為這樣說 邱金鴻會舒服點 想不到安慰去了馬腳上 得不到好說話不說 還被人踢了一腳 師父啊 那個我也是說說而已 你不要生氣啊 邱金鴻冷坑一聲 把手機扔到茶機上面就繼續說了 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今次到茅山 千萬不要讓其他人知道 為了掩人耳目 最好就是在後山進入 為今之計 只有走一次你師父的逃生老老了 好 這件事就這樣定了 今晚回去休息先 明天我們就動身 三個人一起去 邱金鴻已經冒險了 因為他似乎忘記了 在博白還有茅山的人監視他 如果他突然跑回茅山 肯定有人通知袁軒 如果邱金鴻沒有去 等金鴻空和柳瑞去 說不定還沒有什麼危險 只不過他們兩個 不是偉性的對手 而想將張廣南從茅山帶出來 不是有可能 而是不可能 就像上次解釋的那樣 袁軒肯定不會被人 將張廣南帶走 現在他已經 踏踏實實 正正當當地坐上掌門之位 別說小輩 連長老都要問袁軒的意見 除了金鴻空之外 柳瑞和邱金鴻兩個人 和家裡交代了一聲 說要出遠門 第二天 三個人各自揹著一個旅行包 紛紛坐上飛機前往茅山 但是他們並不是在茅山的正門進入 而是在後山進入 但是才剛走到後山 也就是龐康和秦榮逃離的路口 三個人就驚訝地發現 後山竟然有一股邪氣 除了私氣之外 陰氣、妖氣、殺氣都有 那令邱金鴻百思不得其解 好地地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股邪氣呢 這裡是茅山的境地 沒有可能會有什麼邪物減靠近吧 柳瑞和金鴻空兩個人 就嚇到差點逃離現場 師傅 我們 是不是走錯地方啊 好重的邪氣啊 茅山應該不會出現這樣的地方才對的 金鴻空艱難地吞了口水 面上的恐懼知識比柳瑞還要嚴重 但是他居然還是柳瑞的師兄 邱金鴻也不敢相信 走到公路上面 左右遙望就說了 沒錯啊 這裡就是茅山的後山 為什麼 不對 我總是覺得茅山要出事了 早知道這樣 我就叫小母他們幾個過來 這股邪氣 含有妖氣和淚氣太重了 我們如果在後山進入茅山 恐怕艱難 柳瑞的面色 成為了一張毫無血色的白紙 不過比金鴻空好一點點 這一點一點都不正常啊 茅山是正一度的第一勝地 萬邪不侵 為什麼今天竟然出現這麼奇怪的現象呢 師伯 那我們是不是 應該回去找他們啊 我也想回去找啊 但是假如這一種只不過是一種奇象 那豈不是啊 讓你的師兄他們笑話我們啊 一股邪氣就把我們嚇成這樣 回去反而不用 因為丘金鴻有號碼 只是這個號碼如果打出去 估計黃昌沒有幾個人會更加諷刺他 加上剛才說的這樣 更加會令他們看不起 你們兩個都懂得五行頓吧 如果只是奇象的話 我們大可以進入茅山 但是如果真的有邪物在附近 打不過我們就走 第184集 兩個人當然懂啦 逃命的招數 龐康祖就交給他們了 只不過這個五行頓 需要他的靈力太驚人 而且在地底下缺氧 令他們非常難受 所以平時都沒怎麼用 幾個人的逃命招數 肯定要在逃命的時候才用 師父啊 我們真的要上去啊 這個念咒要時間啊 如果我們碰到妖王的話 那我們豈不是死硬 你個混蛋啊 平時我不是教了你五雷光頂 和無極劍法了嗎 只要拖個幾秒鐘時間 念個咒語洗多久啊 丘金雄忍不住 拍了一下金俊康的後腦枕 差點就把金俊康拍勻 可見丘金雄是真的發火 而不是平時的開玩笑 邪氣聚集在後山 距離後山出口都有些距離 所以丘金雄大聲說話都沒事 不竟現在幾個人 仍然還是在公眾場所之地 夏天下午的太陽也都幾辣 柳瑞周著眉頭看著後山 相信不止他一個人 不相信這一幕會出現在茅山的後山 整個正一道恐怕都不會相信 當年龐匡不止在茅山養了五隻五行鼠 而且身邊還帶著幾具已經煉成的死屍 但當時就沒有人知道 神不知鬼不覺感 相比之下這一股強大的邪氣 豈不是萬山遍野都是邪物 丘金雄不敢往下想 他寧願這一種只不過是一種奇象 踏入後山的入口 一股涼風撲面雜泥 將柳瑞和金晉康兩個人 吹到寒無樹立 雞皮都掉了一地 雖然兩個人都曾經遇到過 心經膽戰的一刻 但就從來都沒有走過感驚險的旅程 至少那個時候的龐匡 比現在的邮金雄會勝出很多倍 令金晉康印象最深的 是那次在十萬大山裡 龐匡和黑妖夜那一戰 簡直已經徘徊在生死邊緣 而龐匡寧願被黑妖夜殺死 都不願意讓他們涉險 要知道龐匡當時 隨時都可以扔下他們逃走 但他沒有 當然 不在場的人 是感覺不到那種氣氛的 金晉康當時心臟都跳到喉嚨眼 當然 金晉康並不是認為邮金雄無能 上次四隻妖王去五金公司搞事 邮金雄就傷得很重 差點還不見了一條命 當時四隻妖王也只是針對邮金雄 而並未理會金晉康和柳瑞 不過對金晉康來說 已經很滿足了 至少邮金雄不會扔掉他一個人 這裡的地面雜草重生 幾乎連路都沒有 更加別說腳印了 我想這裡應該只是奇象 柳瑞觀察力比較小 現地觀察 就算妖王可以不觸碰地面 那些小妖總不可能騰空飛躍吧 還是說後山還有很多入口呢 邮金雄搖搖頭 我都不知道還有多少入口 我很少來後山 你都說了 路都已經消失了 山腳又沒有東西為難 估計周圍都是入口吧 我們先拿一些法器出來吧 未與籌謀 防患於未然 為了活命 我們必須提起十二分精神 如果真的有妖出現 那麼我們茅山就危險了 長老已經不可能出手相助 他們全部都老了 而元寺輩和正寺輩的人 閱歷和經驗根本就不值一提 如果真的打起來 千百年的基業 很可能會毀於一旦 希望祖師保佑 千萬不要受這樣的打擊 茅山真的驚受不住 師伯 我們還是先回去找師兄他們 如果真的有邪蜜的話 也好一網打盡 柳瑞停下來 我們如果這樣走了 一定會打草驚蛇 邪蜜恐怕會趁機將茅山佔埋 你以為邪氣不小 勢力絕對過百 都是不行 如果要攻下茅山 他們早就攻了 邪金鴻也跟著停下來 我就覺得奇怪了 這麼強大的邪氣 我們茅山為什麼 一點反應都沒有呢 都在做什麼啊他們 好了 再不走就天黑了 邪氣這麼重 我們不可以在山裡過夜 金晉康走在最後 也不敢出聲 糾大的漢豬在額頭霧出來 時不時四處張望 好怕被邪蜜包圍 到時只能夠玩完了 柳瑞還想跟邪金鴻說什麼 但是嘴巴抹了一下 想起黃昌武說的話 都是算了 在背包裡拿出銅劍 打起十二分精神 看到柳瑞拿出銅劍防衛 金晉康也跟著拿出銅劍 三個人就這樣往茅山的方向 走了大概半小時 而那股邪氣漸漸地呈現在眼前 山裡樹木茂密 野草重生 遍地枯葉 有時候看不到前兩象的景物 有時候可以看到五象外的樹木 直到走入邪氣的範圍 走在乾燥的樹葉上面 沙沙聲不絕於耳 但是走入邪氣範圍的時候 沙沙聲就更雜更大 丘金雄發現不對路了 趕快把兩個人攔下來 做出一個耕聲的動作 但是沙沙聲 仍然不絕於耳 就好像身邊有東西走過一樣 丘金雄也不禁冒冷汗 慢慢抬頭看了眼頭頂上面的樹 樹葉已經沿沿沿沿 將太陽遮擋著 有些石甲嶺的氣氛 金晉康嚇到手都在震 眼睛不停四處網 因為已經進入邪氣的範圍 加上身邊傳來的沙沙聲 更加令他差點嚇到哭 丘金雄仔細聽著聲音 因為樹木茂密 所以很難看到兩象之外的情景 聽了一陣 他發現主要的聲音 就在他們的左右兩邊 但是兩邊的樹木 將一象之外的地方 遮擋得好死 發現聲音在兩邊傳來 丘金雄也忍不住打了個冷陣 轉頭望了一眼扭碎 指了在右邊 試他去看看 而他自己 就輕輕地往左邊走過去 趴在樹後 慢慢探出頭來打量 這樣一看之下 幾乎把兩個人嚇到要死 他們現在就處於一條 類似圍牆的走道裡 左邊總共留下五排沒有秩序的樹 牢牢地把另一邊遮擋著 再過去 二分之一的樹木都被斬了 十幾個身影正在仿動 也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仔細打量 丘金雄驚訝地發現 其中竟然還有千年樹妖 還有修煉成人的動物小妖 更加有飄來飄去的遊魂野鬼 這樣都未止 甚至還見到一種 丘金雄從來都未見過的大花 足足有一個成年人腰間那麼大 安靜地生在地上 粉紅色 好靚 這樣的巨型花不止一朵 柳瑞看到的情形和丘金雄的模擬 後山常年樹木茂密 所以顯得比較陰濕 白天太陽也曬不到 夏天都非常陰涼 有這樣的花出現 雖然覺得新鮮 但卻不出奇 丘金雄也知道這一點 剛剛才走入邪氣的範圍 再往裡面走 恐怕數目會更多 丘金雄大喜都不減喘 輕手輕腳地走到金像湖身邊 在地上撿了一塊石仔 扔了一下柳瑞的後腦枕 第185集 啊! 臉色已經被嚇成紫色的柳瑞 突然間背後被打倒 嚇到驚叫了一聲 將丘金雄嚇到背後的衣服都打塞了 柳瑞也不理得那麼多 握緊銅劍 另轉身就劈 這聲驚叫 將隔著一邊的妖物和鬼物都驚動了 沙沙聲劇烈響起 不用多想 就知道肯定是妖物奔來的聲音 丘金雄哭著臉看著柳瑞就說了 你這個臭小子叫什麼叫啊 還不快點走 這裡全部是樹 我們吃虧啊 是誰 不用自己走 聽到丘金雄的聲音 另一邊的邪物紛紛大叫 將金像湖差點嚇到賴尿 柳瑞來不及多想 拔腿就要走了 誰知道前面的一像處 突然間閃出一個白色的身影 來丘金雄和金像湖的距離 也只不過是一米 先剛跑出幾步的兩個人 差點就撞上去 丘金雄殺著腳步 咬破手指 和銅劍開肝 二話不說 就向鬼魂劈了過去 鬼魂尖叫了一聲 舉起手都還沒動 轉眼間就漸漸消失在丘金雄的面前 但是就在這小小的時間裏面 一根樹藤就來到丘金雄的身邊 金像湖雖然害怕 但是反應極快 手起劍落 將樹藤劈斷一大截 柳瑞先跑到兩個人的身邊 就停下腳步 呆著眼前漸漸出現的身影 藍藍地說 糟了糟了 我們被包圍了 丘金雄艱難地吞了口水 你還好意思說 如果不是你驚叫 我們有什麼可能會被包圍 不過不用怕 這裡數量還沒算多 我們幾個應該可以應付 誰都不要用五行頓逃走 誰走我就找誰算帳 但是師父 這裡簡直就是樹林 我們根本沒辦法施展 步法就更難施展 我們怎麼打 金晉康提起一百分精神 謹慎地看著四周 在講話期間 剛才所看到的所有邪物已經全部出現 丘金雄靜低個心下來 打量著周圍的邪物 順便數了一下千年樹妖的數量 他倒吸了一口涼氣就說 這裡有五隻樹妖 不是很多 其他的小鬼小妖 不足為患 相信你們應該沒問題吧 千年樹妖不是妖王 最多就是一隻A級妖物 我對付兩隻 你們兩個對付另外三隻 千萬不要跟我搞窄了 其他小妖小怪拿不到命 你們兩個有沒有意見 師父 你都決定了 我還可以有什麼意見 我們現在被包圍 怕就怕把深處的妖物都吸引過來 到時候我們就真麻煩了 金晉康縮了下頸就說 只有一兩隻普通的妖物更好 這種場面 除了十年前 戰士皇帝的時候能夠見到 他就再也沒遇到過 不過當年 有龐康這棵大樹為他們遮擋 不會有什麼意外 但是眼前就只有邱金熊 別說金晉康害怕 連柳帥都心驚膽戰 不過已經是戰在原上不得不發之勢 柳帥頭就說了 我同意師伯的意見 如果沒辦法對付 最多就用五行頓屠命 三個人圍成了一個三角形 背對著背 各自死盯著各個方向 一下子就來了這麼多肥鳥 真是天造我也 今天誰可以拿下這三隻怪物 這幾年的肥鳥就不用找了 殺了他們 站在最前面的樹妖頗為怪異 因為他只是見過沒腳的鬼魂 而並未見過人 所以幻化出來的身影 竟然是老樹盆根 無數的根撐著地面 只有樹的中央有張嘴 樹藤就成為了他無數隻手 這樣也算是樹妖的圓形 他沒見過人 所以才把人稱為有手有腳的怪物 而他們反而成為了不稀奇的妖怪公民 又這麼洪往地上吐了口水 屁的一聲 指著樹妖就好生氣地說 你老母才是怪物 老子我是主宰世界的人 你算是甚麼東西 減在茅山盤踞 老子我今天就滅滅了你這個口出狂言的妖物 天地無極 田坤劍法 言筆一道零力 在手臂迅速打出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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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極劍法更生地打在樹妖的嘴巴上面 直接洞穿過去 痛到樹妖大喝一聲 優金熊面露起色 趕快和身後的兩個人說 快動手 你們千年樹妖的道行好像並不高 一招無極劍法 就可以封穿個洞了 兩個人聞言頓時便起形於色 異口同聲唸出無極劍法 一指之間 竟然真的能夠把樹妖刀出的洞 但信息之間 那個被刀穿的洞又生了回去 這樣把金進康嚇到面色發白 師傅 你玩我啊 這些樹妖懂得生回去的 這種劍法不討好 將諸多的邪物都惹急了 紛紛朝三個人撲上來 連樹妖也紛紛撲上 柳瑞和金進康兩個人面色大變 紛紛濟起銅劍 不等邮錦鴻發話 紛紛往樹妖反撲而上 至於小妖 兩個人便沒有多加注意 不過邮錦鴻一招無極劍法 將樹妖刀出個洞之後 再也沒有生回去 還想跟兩個人說什麼 但兩個人已經離開他身後 無奈之下 展開鬼影七星暴 和樹妖展開殊死搏鬥 但還未動手 那個中了無極劍法的樹妖 竟然逐漸消失 這麼大棵樹 數色之間竟然消失到無影無蹤 邮錦鴻眉頭大皺 怎麼會有這麼弱的樹妖呢 從後山進入茅山 對於邮錦鴻來說 也是大一致 他現在才知道 後山竟然有這麼龐大的妖物生存 以前可能是沒有多家注意 所以不知道 但常在茅山的人 為什麼會沒有發現呢 究竟是什麼回事 上次龐康不是從後山逃出來的嗎 為什麼他有沒有撞到呢 距離現在才有多長時間 竟然走出來這麼多妖物 邮錦鴻實在難以相信 樹妖是屬於比較常見的妖物 但絕對不是一招無極劍法能解決的 眼前的千年樹妖太奇怪了 無極劍法第一招 乾坤劍法 只是一度好像劍那樣的靈力 竟然就這樣 就將樹妖擊潰 實在令邮錦鴻懷疑 但其他樹妖呢 就更加奇怪了 竟然還懂得自己生回去 那又是什麼回事呢 難道這個是震法 一想到這一層 邮錦鴻就停下來 銅劍也沒有舉起 呆呆地看著另一隻樹妖 任其撲上前 先上前幾步 樹妖的一根樹藤 就往邮錦鴻照頭打下來 啪一聲 樹藤狠狠地打在邮錦鴻面上 啪的一聲吹響 邮錦鴻被打到身體一番 360度旋轉跌落地 邮錦鴻的面上 出現了一道紅色痕跡 幾乎被打出血泥 趴在地上 激到全身發震 本來他是想嘗一下 是不是處於震法當中 如果是震法 那眼前的妖物就只是幻影 誰知結果並不是他所料的那樣 虧了底不說 血色的痕跡 從左面到右面 痛到他眼角的淚水 皮尼扒拉流出來 樹妖成性追擊 又是一根樹藤 朝邮錦鴻的頸子捲起來 糟糕啊 邮錦鴻咬牙切齒 在牙縫裡冷冷地塞出兩個字 翻身而起 絲毫不理前腰而來的樹藤 提起銅劍冷冷地說 無極劍法第二招 乾坤謝法 然不 舉起銅劍尖朝下 狠狠插入地面裡面 一股無形的靈力順著銅劍直衝地下 冬苻 冬苔 凤処 倒抵 倒抵 湯 и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